各位大家好 今天又要出個嚴正聲明 那些騙子真的跟得很貼 第一 它是石sir選鼓情報 皇冠眼界 用了我所有的藍名 這個是昨晚推出的 我今天介紹的是1755 它們立刻就跟了 不過我一定沒有它們那麼厲害 以百萬元回報就投資百萬 賺百萬 我可以很清楚的就是 你以一百萬元給它幫你投資 它就一定會賺了你的一百萬 所以它以百萬回報一百萬是對的 不過是它賺了一百萬 不是你賺了一百萬 那為什麼又會用這些問題來做呢 很簡單 你這樣才會被人信服 你真的去問任何一個人 如果有看過我的節目的 昨天的節目的人 你問他 喂 石甩帽有沒有介紹這件事 有 剛才就介紹了 這樣 那它就覺得 這個就是真正的石甩帽 不過石甩帽真的沒有這麼厲害 怎麼可以給你一百萬回報一百萬 我再說一次 就是網上騙子要認清 否則好語一鋪清 如有懷疑 請電一百二二二 你以一百萬元給它做投資 它就賺了你的一百萬 賺硬的 一定的 它有方法 記住了 就不是你賺了一百萬 好 今天的版塊 在一開始的時候 剛剛九點半開始的時候 就全部是一片紅的 只有一隻綠的 發展下來 就多一點是綠了就跌了 首先表現比較差的就是 保險 銀行等等這件事 還有石油器等等 醫療保健軟件 農產品 那些汽車呢 昨天的汽車是這裡的 綠色的 今天汽車就表現好一點了 所以變成是板塊輪流炒 今天的地產股呢 也都整體表現比較好一點的 這個呢 大家可以作為一個參考留意 恆生指數的期貨 在這點裡大致上 是沒有什麼點是移動過 都是這樣一個位 是29993 我始終覺得 下面呢 可能需要視280 上面的阻力就是296 日仙圖上面 你看到已經在這裡 在橫行中了 可能在組織一個密集區 好像這裡這樣 在組織一個密集區 然後要看看會不會突破上去 如果突破上去的話 那就上回3分點了 如果不是的話 就下回 我的傾向就是會看 是可以是 上少少之後呢 大約去到這個是294 這個位置 就要下回來 去試280 始終我還是一直在說 好像以前估計就是 我會說 大致上 1月呢 市是會升 2月的市就會跌 3月呢 就跌到3月中 就到3月底 那是因為不同的股票 見底的時間不一樣 那2月那天呢 它是升了很多 好在 是 即是給我一點點面子 就在2月最拉美那天 跌到一隻狗那樣 維持著呢 2月呢 是一個呢 就說 始終還是升 不過呢 已經將升幅大幅減了 有朋友問 恆基地產 今天地產股普遍向好的 那我們看看呢 恆基地產這裡 息口有5厘 P1是10倍左右 是不錯的選擇 在周線圖上面呢 它是始終還是要保力加通道的 就是從上族到去橫行 要留意 因為它已經貼著這裡 去了四個星期了 會不會有機會它跌回下來 然後再去呢 在這點呢 它也在日線圖上面是橫行 橫行呢 可能還橫行一段時間 在這裡呢 只要不跌穿這個中族 它始終後面呢 會有機會再彈彈上去的 那所以呢 如果有貨的朋友 可以後這個上去之後 才考慮 是不是會要出貨 如果要想吸納的呢 就可能要起現在是33 33.5元的話 可能要等到33元左右吸納了 給一下低電子 這個朋友問這個樣子 怎麼搞 給了低電子呢 很簡單看看 B18倍 息率呢 只有0.1 那即是在這方面呢 你不用想了 你只需要完全想它的價 價值不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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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值不升上去之後呢 下回來試用保利加通道的中族 升之前呢 有跡象給你看的 它是一個是握項的 一握項之後 就升了上去 然後就這樣 當然握項不一定會升 握項可以跌 不過現在升了上去 所以升的時候 就可以去到這樣了 我們現在保利加通道的中族 在周線圖上面 所以就有些支持 這一點也是 當時呢 周線圖就升了一個星期 你跟不到嘛 日線圖你可以看到的 它是一直握項就名 跟著一升上去之後 就跟它咯 如果是周線圖呢 就升四個至三個星期左右 升五個至六個星期 是比較少有的 真日線圖上面就不是了 因為你升兩個星期 你也有十天 升一個星期 你也有五天 所以到這裏呢 你可以繼續看著 它升了這麼多 到這裏 一跌回下來 保利加通道的是 上族的下方的話 你就要考慮出貨了 就好像這裏這樣 升一升一升一升 之後 在外圍的 有它 一跌回下來 在這裏出貨 你就不需要考慮這麼多事情了 等到又跌穿了保利加通道的中族之後 我們看看 到這裏呢 我們看到它了 不再跌了 是打橫行 打橫行之後 就將它怎樣做 就好像這裏那裏 不再升了 它打橫行 然後再跟著跌下來 現在反過來 它不再跌了 它打橫行 就駁它一件事 是會回升上去 因此呢 可以在這裏呢 駁它在這裏呢 現在買一些跌 上面看它是44元 44.8至48元 有個比較冷門的股票 有個朋友問的 是新天綠色能源 在周算圖上面呢 它看到還一直是上升的態勢 市盈率是5倍 息率是6來8 挺吸引的 在周算圖上面呢 你見到它在這裏 乒乓波的彈來彈去 天花板 這是天花板 下來了地板 又來天花板 又來地板 接著下一轉 因為朋友問 是今天問的 如果是前幾天問的話 我告訴他 是薄薄的 因為你可以升穿 通道中軸的話 你可以在上面 現在確實升穿了 所以在上面 就可以考慮 先看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是多少呢 這個位置是2.7 所以我看是2.7.5 2.8 去到那個位置之後 才決定 它是不是有一個強力的上升 如果又有強力上升的話 還可以繼續看的 1337雷蛇 又是朋友問的 這個當然 雷蛇來看 你一看這個圖 你都知道 升穿了之後 後徑不計 跌下來 而你這裏 似乎有些支持 就會彈上去 即使你自己 在周線圖上面 做了一個這樣 我們看日線圖 日線圖 它還是這樣打橫行的 不過不好的 就是這個中軸 下跌的態勢很急 既然這麼急的話 你要搞到它這麼平衡 你才可以有反彈 這樣急下來 你現在還是一樣 我恐怕它還是跌未夠 因此它打完你這裏 去到這裏 如果它繼續下來 又碰了之後 它可能還繼續下去 如果再走下去那裏 就可以反之而去留意 不過此事的時候 沒有人知道它會落到多少 暫時來說 只可以 暫時就站著看在這裏 因為這裏已經這樣打橫行 希望它可以落到這裏 那打橫行 當然它有一件事 是的 升穿這裏 要是落上去 是可以的 不過我從太細看 就覺得 下跌的機會 比較多些少 朋友也問這個 中安在線 6060 那很簡單 又是一件事 電子股的東西 哎呀 你看它 是市盈率 真是嚇死你 是吧 如果它是股價就好 不過不是 現在你看到 周線圖上面 一去到這裏 就升到四個前五個禮拜 左右 六個禮拜你不要想了 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三、四、五、六 這個禮拜 這樣的東西回來 已經告訴你它不行了 第六個禮拜 收工了 收工了 之後 它來到這裏 它還未死得住 它在這裏 是頂住 頂住了 我們看看日線圖 日線圖上面 這些是比較好樣的日線圖 為什麽它好樣的日線圖 它死去不去 不去地板 要沿浮半空 就反彈 即使 似乎這裏 有些人是維持著 價位 是不給它碰到地板的 因為 最近我們看到 很多這樣的新科技股 這裏 完全是自由下墜 來到這裏 它整個十次星給你 再跟著 再上去 那我就覺得 它可能會有機會 是 想試回來這裏 那上面這裏 這個保利家通道的中軸是什麽呢 就55.7 那我就覺得 它可能會試回上去 54 54 或者 50 那附近 再上面多少 不知道了 那看一看這裏 可不可以升穿先 升穿這裏 上面這裏 就71元 哇 50元買的71 71元 我真的沒有這裏 那麼好的股量 我這裏 在整個新科技股 都是要逐步逐步 一日一日看一看 怕它 能用得好日一跌 我絕對不可以 好像來騙你的那些騙子 那裏可以 以百萬而回報 你百萬 哇 你想 你50幾元買 我連70元 我的暫時不敢看著 還能怎樣回報你百萬 今天介紹的是1070TCL電子 以前都介紹過的 介紹的TCL70的電子是怎樣的 它大致上8元左右 是有很多個頂在這裏 升穿8元就影響VLOG的好世界 VLOG的好世界 在這裏我是搞錯一些的 短期之前應該是6月3 之前應該是6月3不是8月3 在這裏我找到它 會下來之後打橫走 希望它再彈上去 這是周線圖 彈上去之後升穿這裏 是去到市場上面 在日線圖來說 它已經是下了這裏 上回來了 留在這裏 希望再彈穿這裏 彈穿了之後 這個是7個多8元這個位置是怎樣的 之前應該還有3、4個頂起線圖 都是這樣這個位置的 8元可以是絕命位 每次來到8元都收工 這次如果它真的彈穿升穿了 將會怎樣呢 是不知道上面可以有多少的 將會唱出歷史高位 因此在這裏我覺得 可以博一下吧 可以想一想的 現在6、4、7元 那我們要怎樣呢 先讓6、8元升穿給我看 你升穿了 我就去買你了 6、8元就在這些位置上升穿了這些 你彈穿了之後 你彈穿了之後 這些我可以高追 就不是低級了 當然它高追之後可以騙你的 升到這個之後 6、8元之後 6、9元之後滾下來都可以的 不過我似乎看上去這裏 起碼是這裏的升穿之後 你都給我去這裏吧 這裏就是7、4元 我6、8元買了你都可以去7、4元 還有6模組可以看看 那我用8、3 6、3 來做這個紙舌 6、8、6、3的話 將會就是希望以5號紙 薄你上面那幾號紙 最主要不是薄的幾號紙 而薄的能力可以升穿8元 上面就比較好世界了 這個是過了10天推介過的 股票 接著呢 最近推介了54隻 有12隻就沒有收益 有42隻又賺一點點 總共的回報是255%左右 絕對沒有100% 沒有這個是去到這個什麼呢 去到這個是以100萬回報100萬 那這些就過了10天 就是推搭過讀者的問股票的 那如果你有股票 是我回答你不了那樣的 你可以看看這裏 會不會有些股票呢 是也都剛剛理想要問的 就是找這個價格來參考一下 好 投資是需要獨立思考的 請大家謹慎 特別現在的時刻 是真的可以入好入壞的 多謝大家